支持者激情包围呐喊 小小竞选总部击沉沙铃鱼 北市第三选区立委补选 国民党王宏威以6000多票 现胜民进党无意农 我想我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中山区和北宋山区的选民 愿意给王宏威这样一个服务的机会 在未来 那么从今天开始 就是王宏威压力的第一天的开始 经历了一个多月迎来胜选 王宏威开心都写在脸上 不过开票过程 票数一路跟吴仪农仅有 一度让支持者捏了把冷汗 每一次的选战 尤其一对一的选战 那总是会有这个胜选者和败选者 但是我想他也承接了非常多 他的支持者对他的期待 只要本于初心 那么再加油 要对手再加油 上任后第一件事情 也想好了是要帮国民看紧荷包 向我提出还税于民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行政院 他确实愿意补发现金 但是他又告诉大家他要举债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难以接受的 接下来还要把这个月选区内 没走到的地方重新了解一番 这回胜选不只是替国民党立院党团 守住倒阁必要席次 更是守住市长蒋王安立为本命区 王宏威一确定胜选 蒋王安也立马现身敬总祝福 把乡亲对我们的期待 即刻的转化成为未来全力以赴 为民众服务解决问题的动力 宏威也一定会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第一个让万安市长 他未来拼台北的市政 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那第二个就是2024的前哨战 所以当然这个对2024来讲 我认为是一记强心针 继九合一嘉义市长国民党在拿下北市立委补选这一局 将延续胜选气势 朝下一站南投立委补选迈进 金经文连接关系一层报道